今天,我和大家讲一下这本关于创新的书,2024科技年,哈佛商业评论,你需要知道的见解。 这本是科技发展领域里面的书,提供了全面和前瞻性的科技分析。 首先,这本书在技术变革的风暴中起到了作用。 在科技进步很快的时代,对任何商业领袖、创业家或者科技爱好者来说,保持知识领先是很重要的。 2024科技年不单止记录了这些变化,它还深入挖掘了这些变化带来的含义、挑战和机会。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,是它对创新和它对不同行业影响的关注。 由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,由区块链到生物技术,这本书覆盖了很多话题。 它不止提供事实,它还提供了背景,令到复杂的技术,对广大的听众变得可以理解。 此外,这本书是从业界最聪明的脑袋中提取见解。 它呈现了很多引人深思的文章和行业领袖的访谈, 为读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,一探索做我们技术未来的思维。 这些观点不单只是丰富资讯,它还鼓舞人心,推动我们以不同方式, 思考科技在我们生活、商业中的角色。 这本书还强调了在技术中道德考虑的重要性。 在一个技术和我们生活,每个方面都如来如交绩的世界里面, 了解技术进步的道德含义,变得前所未有那么重要。 2024科技年挑战我们批判性思维,科技对社会的影响, 鼓励在创新和责任之间找到平衡。 最后,这本书不只是总结一年的技术进步, 它还是未来的路线图。 它为读者提供了在未来科技领域所需的知识和见解, 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, 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领先。 2024科技年,是任何想了解当前和未来科技的人的必读书籍。 它启发、教育和激励人心, 成为每位科技爱好者书架上必备的书。